我们先来看看最近这则新闻 看完以后,虽然是非,衡量有八尺 相信大家大概也看得出双方的做法对于错割在哪 还有错误的程度,所占的比例各是如何 但今天我的焦点不是要谈这则新闻 但主题也绝对不是毫不相干 而是要讲个我身边正在上映的国家政策实施状况 我相信能够提供真正有益处实习内容的企业应该有 但可惜的是也有部分的企业 讲白话就是辜负了这政策的美意 话不多说,马上聊聊今天的主题 今天我要谈一个我观察已久的事情 技职生双轨实习专案也实行了几年的时间 至少以我在公司看到的实况要说成效真的是看不出来什么成效 大部分的学生来做全是比较简单并与本科完全不相干的事情 例如学店街你叫他来拿胶台包装,这个叫做实习吗? 我个人是认为这个不是实习啦 就说打工就好了,这个不用美名成实习 拿胶台包装这个如何叫做技职实习 那就跟炒倒教的问题差不多了 没有什么是非可言的 毕竟拿胶台包装是连心境的外劳十分钟后都会有事情 这样铲学合作工作内容真的能对这些学生有实际的能力提升吗? 我表面是打的大问号,但其实只要看到答案了 因为明眼人观察一阵子都知道答案是什么了 看看学生真的会回流做事情有几个 以我们的案例,几年了才几个真的想学机台或机械的 然后呢,又有几个真的撑下去学的 数年后真的回来要做也才一个 那你问我除了那几个学机台以外的学生去干嘛了 大多数就是拿胶带去包装了 所以这所谓双轨教育政策以现况成效而言 个人觉得是有点不太负责任的政策 如果要拿年胶带包装或一些真的简单到不行 随便都会有工作来提升国家竞争力 那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但说实话还是觉得 要说拿花费数年来学这种 十分钟后谁都会有事情叫做提升竞争力 这不是打混浪费时间是什么,这是见鬼了 以现况来说大概就是沦落为 以实习知名型提供廉价老公知识为事实比较贴近实际状况啊 简单讲就是名不符其实啊 个人是认为你学生除非真的很缺钱需要这种打工 那勉强还可以当做体验 体验加上又有钱赚,当然还是OK啦,不错的 不然这种非常非常不需要动脑也没有技术性的工作呢 说算只是在浪费你的学习时间 几年过去你人还是空的 有的也只有这几年赚到那少少的钱 当然如果幸运的你实习的职缺是有技术性或需动脑子的 若刚好又是以后你志愿从事的行业 当然这再好不过 真的要做有成效的爽轨教育 这个实施方式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 既然都想拿着德国师图字来打比方了 那无论是学管理或真的skill技术都好 植物类型应该要过滤掉那些不太需要动到脑子 或比较没技术性的工作内容才是 真的让学生有实际的本科业界实习经验 这样这个政策才有名副其实的价值 而不是沦为挂羊头卖狗肉的政策 如果学生真的想要做比较单纯不用脑力 也没有什么技术性工作也并不是坏事 只是这样的话 不需要什么微产业实习浪费你青春愉快的时间 你毕业后直接进来公司也不是问题 前面也说了外劳十分钟都会有东西 你就算真的运动神经比较弱十分钟不够 请放心好了 你做个一小阵子也一定会的 为了有些人可能出现莫名其妙的失交误解的状况 所以我在这里再强调一次 我并没有说拿胶带包装不好 这也是一种不可缺人的工作 但重点是 你学生拿了数年的时间来学这些真的极短时间后 谁都会的事情 对于你们这些学员而言 是否真的能够提升自身能力的价值 这才是重点 如果时间和其他条件上许可 希望能好好地想想再做决定 那你想好要做什么了吗 我是Hone 今天闲谈就到这边 拜拜